北枝玉 高威斯宪 无敌恐惧 不用再留守 我要让史莱克付出代价 是 是 裁判 我们认输 我们还没输 我们还能继续战斗 学长冷静点 这是周老师盯下的战术 抱歉 决赛第一轮 胜者日月皇家魂倒师学院 有魂倒期的辅助 日月战队的团体战斗力非常强 我们的胜率不超过三成 所以此场团战 我们不为赢 只为两个目的 第一 是在尽量保存自己实力的情况下 打击对方的有生力量 另一个 则是以试探方式 吸引神秘的马如龙和红尘兄妹出手 了解他们的能力 从而压住后面的个人淘汰赛 我还没在乎 什么事 我还没在乎 我还没在乎 我要回去 我还没在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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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双方队员已经竭力了 双方队员已经竭力了 胜败乃兵家常事 辱骂臣臣 严诚不在 双方队员 妈妈 这就是你爱过的男人 他确实很强大 但你放心 我会很快成长 总有一天让他向你撑回 奶奶 奶奶 放心 他伤势虽重 但无性命之忧 奶奶 个人赛 你第一个赏 好 你们给我等着 个人淘汰赛第一场 史莱获学院徐三十 会战日月皇家混导师学院 你一夜 比赛 开始 他的武魂黎皇 通过魂道器的压缩和凝聚 为力更强 他的武魂黎皇 通过魂道器的压缩和凝聚 他要留下 他要留下 他让他选择 他要留下 将军 他要留下 他要留下 他的武器 通过魂马 想要近身取胜吗 一眼可不知是远程魂导师这么简单 不好是近战里非常强的火焰喷射我脑袍 等于就是你进入我的身上 一旦被我正面攻击 不死也得变成残废 这些事 徐赛时到此为止了 危险 住手 三师学长在黎雁集聚最强火力前 先适奉了绝招 这是他第一次使用这个强大的天赋技能 或者说是血脉技能 只是三天内只能用一次 让你们见识下我的最强攻击 比赛开始 开武门 你 你是我 火灵地匹 除了霍远昊 另外里面的选手是第一次出赛 看来史莱克学员一直在隐藏实力 好有趣 对 莫非史莱克是故意制保了三名正弦队员 几次麻痹对手 哼 估计正是 这次不只是模拟了我的魂魂 还把王东萧萧的魂魂也模拟成有魂 如果我们要对手实习动摇 就等于我们创造了心机 史莱克学院 除了那个有六个十万年魂魂的魂魂 竟然还有两名六魂魂帝 白虎公爵的长子弹药盒也是魂帝修为 意味着史莱克至少若四名魂帝作证 开盾 杨明 宋甫 白尘 叶茂 四人都是防御戏器的魂师 武魂灵溪盾 他们武魂相同 应该来自同一组门 配合会很默契 史莱克 出击 武魂灵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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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灵溪盾 是一种防御力很突出的器物会 最对缺乏攻击力的我们来说 不是好消息 连溪盾 是一种防御力很突出的器物会 这个寒冰盾与灵溪盾结合 防御力至少提升了三成 来场炮火洗礼吧 滚倒炮台战法 原来隐藏实力的不止我俩眼 气魂回程之下 滚倒时确实比同点前的回事更强 更何况阿尔师兄用的还是活力最大的轮倒炮台战法 难难学计 好机会 用你控制 小光 成功了 小给我 魂魂技能 令你爽灵拳 太魂魂了 这块头部魂魂魂品质很错 这个魂魂技能的威力接近魂王的地理魂技能 第3分之下 你可以停止墓 第3分之下 明知力 前击矛 鱼燕 给我不动 炼焰之环 神之运走 神运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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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极致的痕迹增幅 凭借四名防御魂尸 在前方挡住对手 再加上兵控辅助 灯墙防御降低对手速度 为的就是给审策和飞玉燕 制造联手发动致命运击的机会 霍玉昊 神运燕 迎接你的终结 赤涵 千军一击 金魔童 冥魂冲击 鱼昊 危险 玉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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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祝贺有动机 行 我未出载 还要继续吗 我跟人说 是南国家的国家 是南国家 是南国家 风生龙卷的威力 足以媲美魂王的帝五魂计 就这样被打回去了 难道他真的是拥有 六个十万年魂环的魂帝 什么 霍宇浩 王东 萧萧 都只是史莱克外院二年级学员 他们三人去年才入学 跟白虎公爵的狄次子戴华兵同意见 同年击败了戴华兵诸禄所在的团队 获得新生考核冠军 这是当初在史莱克学院轰动一时 这么说来 他们确实是预备队员 就凭这样的阵容 他们竟然连胜三场 可仅仅这样的阵容 恐怕不会引起日月帝国的重视 前几天星光拍卖场的拍卖 他们都参加了吗 史莱克和日月都暗中参加了 很好 皇兄 您的意思 接下来要加码了 那千鸡毛 抵挡它可费了我老大劲儿了 楠楠 快给我揉揉 五官 天灵学院并不是传统强队 我们下一场的对手 正天学院才是真正的强敌 看过他们的第一轮比赛后 我原本打算 在与他们的比赛上弃拳的 弃拳 弃拳 正天学院有三名魂王坐镇 其队长的修为更高达五十八级 五十八级 他叫叶无情 以他的修为 即使放在史莱克学院 也足以入选正选队员 五十八级 差距实在太大了 我们很难获胜 原本我也这么认为 但看完你们今天的比赛后 我找到了获胜 正天学院 宇孟迪 杨伊凡 是莱克学院 许三十 他是江南呢 那个杨伊凡 应该是敏弓系魂师 比赛时 会协助宇孟迪发起攻击 朱老师 您这么笃定 对面会让宇孟迪来当主攻上 不少 当然 因为他 拥有当时最顶级的误会 导致 快点 嗯 快看 天使 天使 他的武魂 双翼天使 是顶级兽武魂 先天满魂力二十级 素以超强攻击力著称 万年前 震撼整座大陆的那场战争中 海神唐三所面对的两大神奇之一 就是天使神千刃许 神圣双剑 神圣双石 剑王 玄冥致魂 怎么料到你会有这招 这招对杨一帆没用的 这家伙的速度 连我这个魂王都自弹不输 小心 他们真正的目标是江南南 这速度好恐怖 你的对手是我 南南 现在你心里自己吧 满死了 滚啊 血脉绝醒吗 周老师 您知道 普通玄冥龟品质上是比不上蓝天霸王龙的 他既然跟你并称外怨双子星 武魂肯定不普通 我在古迹上了解过 玄冥龟武魂似乎通过某种遗失可以觉醒 我们七个人里面 如果说有人的武魂能够和小师弟的极致武魂相比 那就是三十了 不过他的武魂处于封印状态 没有足够强的刺激 无法突破封印 刚刚为了救奶奶 暂时突破了封印 大师兄 徐学长这武魂究竟是什么 哥 难道他已是 没错 能够与我媲美的神兽血脉 神兽玄武 为什么为了救奶奶进入 徐学长能突破封印啊 这也是一段孽缘 似乎三十玄武血脉觉醒的仪式 跟奶奶有关 小心 证明玄冥归魂师爆发中的战斗力确实强悍 但与梦迪可是拥有天使武魂的魂 即使以一叠二的神圈在握 神兽 与梦迪的魂力爆涨了一倍 你还好吗 还好 我说过 我会保护你的吗 天使 他要发出最强一击了 奶奶 抱歉 这一招 我只能抵挡三秒 够了 玄冥阵 玄冥队阵 玄冥之力 熊环 徐三十这一击的威力 也达到万年魂迹的级别了 风神斩 是你 无敌精神 怎么会 三秒的无敌精神 足以让江南的精神施展如计了 有功 我们 人了 二二三之战 第一战 胜者 是迩南科学院 人嘞 gré冥队 av 中文字幕 李宗盛